阿美老師 哪些紫維命格的人 2022年 會有好事發生 我們的年份都是看農曆 所以就是明年要農曆 過年後 這個運勢才會發生 那這邊叫地之隱 就是觀眾朋友幫我看到地之隱的位置 就是你們命盤上面的左下角 所以兩位也可以幫我找一下 你們左下角有一個位置 就是那個都是同樣 都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對 就是你們剛剛指的那個位置沒錯 對 等一下如果你們上面的星象有上榜 會幫你們解釋一下 如果沒有 我會幫你們解釋一下 你們上面呈現的樣貌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明年的樣態怎樣 好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名 來 因為題目是好事發生 第三名是我們的紫維跟天府 紫維跟天府很簡單 會有什麼樣的好事發生呢 就是明年度工作的機會會特別多 像今年的狀態不是非常的起伏嗎 今年的疫情關係 很多人很多東西都沒辦法說 不穩定啊 好像很可怕 好緊張啊 包含任何行業 都有受到波及跟影響 所以明年如果你的地之影的位置上面是紫維跟天府 你會感受到是哇 怎麼那麼多的貴人出現 那麼多的機會出現 甚至是有新的賺錢機會 所以明年反而會是個最穩定 最可以讓事業完全穩住下來 甚至是不用擔心任何事情的狀況 會在明天有紫維跟天府在地之影的位置這樣 好 再來是第二名 來 第二名就是紅蘭跟天璽 來 珞琦這邊是紅蘭跟天璽 紅蘭天璽代表什麼 剛剛那個紫維天府是實際的收入跟工作 紅蘭天璽很簡單 叫做好事會發生 其實大家應該會 什麼叫好事呢 好事包含結婚 所以你一旦走到紅蘭天璽代表說 明年會有特別額外的緣分 額外的契機 額外的東西會出現 所以珞琦走到了紅蘭天璽代表 因為本身是藝人的關係 藝人其實非常需要桃花 紅蘭天璽 所以珞琦在這邊就知道 明年度 向外 甚至是有人幫忙 甚至是出類拔萃 讓很多人看到的機會其實非常高 那另外一件事因為剛結婚 所以如果有生小孩的打算 在明年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就明年的契機就會非常高 所以紅蘭天璽走到 如果你是單身 你也容易遇到比如說另外一半 新的對象 好的對象 所以明年可以多去社交 那如果像珞琦一樣 就是新婚或想要生小孩 在明年狀態走到地之營 有紅蘭天璽 相對來說也會非常加分 好 再來就我們的第一名 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天璽跟太陰 來 又是珞琦 天璽跟太陰 我們說好事會發生吧 天璽跟太陰是明年的第一名 它有個最大的重點是 天璽跟太陰這個星象其實主變動 所謂的變動就是 明年叫做越變越好 所以如果你走到天璽太陰 叫做如果你明年有新的機會 新的想法 新的嘗試 或是你想要走的力量不一樣路 或是我想要說 我想改變一些風格的時候 在明年走到天璽太陰的時候 都會非常的有利 所以你走到這邊不管是貴人 不管是桃花 不管是實際的金錢或賺錢機會 在這個組合裡面都叫非常的有利 非常的加的分數 來來來 依依 我們知道依依的男朋友是納豆 然後納豆是在你的感情受挫的一段空窗期的時候 進入你的生命當中 對 是在人生很低谷的時候 因為像剛剛篤雲哥講說 我格型很像媽媽 我就順便有種很想哭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你是怎麼樣 終於有被了解的感覺 對 那我的外表看起來 其實是一個感覺不孝很兇 然後會有距離感 或是很有自我主見的人 但其實我跟洛琪聊過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奴性 然後我就是 我曾經討論過 我是一個覺得我給予 才會感受到愛 有些人是被給予 他會覺得這個人愛他 但我是給予 我才會感受到愛 而且我之前的男朋友 這樣六年的個性 跟洛琪剛剛講的 潛男友的個性非常像 因為我就是死心 他第一 我們從我十九歲開始交往 然後一起陪他度過他當兵 我也沒有兵便 每天都等他電話 然後什麼的 然後甚至是 我是一個非常愛屋及屋的人 就是他的爸爸 媽媽 然後甚至他的家人 我都會每一次出去的時候 我都會想到 要買東西給他們的人 然後因為之前我們 其實真的交往很久 我就覺得我人生非他不嫁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沒有比較過 然後我其實是一個在家裡 從來沒有煮過飯的人 但我就是會在陽台 然後拿個電磁爐 然後自己看食譜 然後就幫他每天帶便當 然後我會 對 然後我會幫他燙衣服 然後有時候沒有燙的時候 他早上還會罵我說 你為什麼沒有幫我燙衣服 因為我的衣服臭 然後我今天去就不體面 那我談 因為他是禮磚 他說那我談一些Case 就不會過 那我覺得還會自己自責自己 然後甚至是他帶便當去 然後他同事說 你女朋友很會煮飯很好吃 他還幫我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一個便當賣你們八十塊 然後我女朋友幫你們帶便當 所以我就 他還因為你這樣 我就真的是幫他做了一個月 幫同事帶便當 然後錢他拿走 可是我就是幫他帶便當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跟若琪 前男友很像是 他會把我教導的是 對 都是我的錯 他就說你怎麼會這麼緊迫盯人 我們都這樣六年了 基本的信任沒有嗎 你為什麼要一直打電話來 他說我覺得這樣比我媽媽更可怕 那我就都不敢打電話給他 可是我就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會找不到人 那為什麼 有的時候凌晨的時候 會覺得看 看他的那個現實動態 都還是在上限 就是那個Facebook的即時通 會亮燈 可是那時候已經凌晨三四點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要幫他整理包包 我就覺得 突然有一個靈機一動 我就想幫他整理包包裡面的夾層 就看到一支我從來沒看過的手機 對 因為我之前對他是完全信任 一個男朋友他可以做到他Facebook 然後他的FB 他的什麼東西的大頭套 都是你跟你的照片 然後密碼全部都是你的生日 你完全沒辦法懷疑他 他就是很清白的一個人 我就看到那支手機 然後我一點開來看 不看還好 一打開就是潘朵拉的盒子 裡面有什麼 非常多 他跟可能十幾個女生 不一樣的聊天訊息 都是非常不堪入目的 都是 還有影片照片那一種 我覺得我當下就真的是 都是限制級的 對 就是不能看的 然後我就 而且是不只 不是一個固定對象 是很多個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這樣 他 等一下 你用什麼態度 你說你怎麼會這樣 我就是這樣 我就說你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還不相信 那個手機是他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進演藝圈 然後他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他朋友都說 我們一定會分手 所以他就跟著 他壞的朋友 然後一起去夜店玩 然後打開了這個 讓人家很興奮的 這個旅途之後 他回不去了 那他也怪我 是我讓他沒有安全 然後我就道歉 就妳道歉了嗎 我道歉了 妳道歉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檢討自己 我說你不要沒有安全感 我還給他看我所有 手機裡面跟男一人的 聯絡方式 我說我是工作完 不會跟他們聯絡的人 然後我說那我們一起 攜手邁上未來 一起在那個頂樓嗎 頂樓家庭 對 我就那個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他還說 那妳以後不能再繼續 懷疑我了 我說好 可是那時候我就有點憂鬱症 我是他白天 我會跟他說拜拜 然後幫他做好的早餐 他就去上班 可是我看櫻桃小丸子 或是我看蠟筆小鮮 我都可以哭 然後因為我是家裡的大姐 然後我從小到大 沒有讓爸爸媽媽媽擔心過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是 因為我爸爸媽媽那個時候 不叫我感情出狀況 可是他們沒有很喜歡 真的男朋友 不過我就一直跟他說 一切都很好 他也很努力什麼的 然後我就在家裡看 看一些類似的劈腿什麼的 我想哭的時候我會去廁所 然後廁所我哭完之後 我會這樣拍拍擠了臉 然後說沒事的 然後我就出來 然後我就笑著跟爸爸媽媽 繼續聊天的那一種人 所以那時候後來我就 就真的很難過 我就去錄了外景節目 就遇到我現在的男朋友納豆 然後那時候其實大家 大家都淒哩瓜就說 他有沒有男朋友 就一一長得漂亮 現在有沒有男朋友這樣 因為男生都會想問 然後我們那時候 其實有點想邁出第一步 就想說人生第一次 終於有逐漸說 我沒有男朋友 因為我其實覺得 這個男朋友自己已經不行了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男朋友 然後就有一個同台 有一個藝人 然後就跟我很像滿熟的 但其實我不覺得他跟我很熟 他就說他有男朋友 而且他男朋友很爛 就直接打破 我可以去認識別人的那個旅途 然後後來納豆就問我說 那你男朋友很爛是怎麼樣爛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很多這些事情 他就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這麼笨 然後這麼傻 他就一直跟我分享 他說你人生沒有他 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就說我人生沒有他 我覺得我活不下去 我就真的很坦白跟他講 我說我主要跟他結婚 然後他就一直慢慢開刀我 那時候我不覺得他對我有意思 我只覺得他是把一個 可能前輩看到一個晚輩這麼的傻 然後就跟我講一下 而且他跟很多女生都可以是姐妹 他就一直跟我坦 就是坦落心聲 說他以前可能感情路上 遇到坎坷 可是出去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 有更多可以讓你更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就聊... 然後後來才在一起的 就越走越近 對 那妳... 對啊 妳說沒有比較 就不知道 沒有感覺 那妳跟納豆生活在一起方面 妳有感覺上 妳們生活有一些互補的 在性格上面 有耶 其實我真的覺得 需要幫他做便當了嗎 我會主動做給他吃 可是他是會給予我很大的讚 每次說 這是我吃過 事實上最好吃的飯 這水吧也太甜了吧 真的 真的是最好吃 然後他是會很誇張到 他就會把盤子這樣舔乾淨 然後就說 我們真的不能放過任何一口 就像我說的 我是一個給予才會有愛的人 所以我會在他生活上 把他照顧得很好 我第一次覺得 這個人怎麼那麼傻心 因為他雖然工作很厲害 可是他其實是生活白癡 他是所有的衣服 連內褲 襪子都送乾洗臉 送洗的那一種 因為沒有人要照顧他 然後他工作又很忙 所以他就送洗 然後我第一次幫他洗 就是洗內衣褲 當然是用洗衣機洗 然後我只是折的時候 他就說 我從來沒有女朋友 幫我折過內衣褲 我說這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他說我真的從來沒有過 像我以前歌詞很卑微 然後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遇到一個脾氣好的人 你的脾氣會有點 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有時候我跟他小生氣 或什麼 例如說他喝酒回來太晚 然後他都會跟我道歉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體貼 然後像我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的個性 其實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就例如說 我可能私底下 看過篤靈歌很多次 可是如果今天在工作的化妝間 看到他 我會低下頭不敢看你 然後不敢跟你打招呼 因為我怕我一叫的時候 你會說 請問你是 你是誰啊 在幹嘛裝熟 我其實是這種個性的人 然後我就曾經在工作化妝間的時候 背跟前輩胸說 現在的年輕人 都沒有我們以前那個禮貌了 我們以前是 前輩進來就馬上立正 然後說 長官好 然後他就說 現在年輕人就是手 對到眼之後 趕快滑手機低頭 不會打招呼的 然後我就在化妝間 被數落了非常久 然後我當下其實很想哭 這種話真的不要講 因為講得真的好顯得 自己是很老的藝人你知道嗎 雖然事實是這樣 但是真的不要再以老賣老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 是像我把這件事情 跟我男朋友講 可能是因為他也是在 演藝圈的人 然後我本來以為他會安慰我 因為他平常都會安慰我 但他這個時候反而是 也不算罵 他是滿嚴體的跟我說 這本來就該罵 他就說沒有什麼叫做 就是害羞或者怕生 招呼就是要大聲地打出來 不管別人知不知道你是誰 你先招呼打出來之後 就是有禮貌 對 然後我就笑了一刻 都是老師 對 然後我覺得滿互補的還不錯 說你覺得納豆人太好 很常借別人錢 對 因為他做很多投資 他很多餐廳什麼 應該也不是每一間都賺錢吧 應該是每一間都賠錢吧 對 所以他都賠 對 他其實投資這塊 我就不說是不是 投資人的出問題 我覺得可能就是 他本身沒有那個投資 我覺得他的好像是沒有距離感 今天你只是一個公讀生 他都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然後他會請他吃飯的那一種 而且是男生喔 不是只對女生好 他是對男生也好 然後他就跟我說 有一個工作人員一個男生 我已經借了他三四次錢 然後每一次都是五六萬塊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看他的Facebook poll 都是去吃香喝啦 跟朋友去酒吧 然後去哪 就說這樣我要跟他要錢嗎 可是他好像又很急 然後他每一個朋友 幾乎都是這樣跟他借錢 到最後都不了了之 然後下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也不會害羞喔 不是那種借錢的人 沒有還錢會不好意思 都會這樣 欸 欸 現在再喝酒啊 都沒有提到他還錢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罵了他說 真的不要再借別人錢了 他就會欠一下 他就有點聽下去 可能也怕被我罵吧 然後可能他自己也慢慢看清了 就比較少見 對啊 你跟納豆交往之後 說你很常被網友攻擊啊 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女生 我不怪那些網友 我覺得這是人之常情 他們可能就 等一下網友都罵什麼 很難聽耶 罵你花納豆的錢 因為感覺上就是 因為納豆的工作都很成功嘛 對 節目很多 覺得說你是 可能是一個拜金的女生 會喜歡納豆這樣 對 甚至是男朋友幫我講話 結果在節目上講說 依依從來沒有花過我的錢 我們都是AA制 然後什麼 他可以很可以照顧好自己 也甚至照顧我 我有很多東西 都是我女朋友幫我買的 下面還有網友說 怎麼可能 你就是 你長這樣子 他如果不是看到你的錢 他怎麼會跟你交往 然後他都 而且他 那網友這些言論 那納豆會不會安慰你 會啊 因為我其實有一次 是哭著跟他講 因為其實我爸爸媽媽 看到這個都很難過 對 他就會講說 女兒養得好好的 漂漂亮亮的 為什麼要這樣被大家攻擊 然後我爸爸甚至有一度就是說 還是你不要跟他交往好了 因為就被罵得太難聽了 然後親戚朋友都會看 甚至連親戚朋友都會不相信 我是真的是愛 真心愛他這件事 我還說 真的是 有苦說不出 因為我 那會不會納豆進你們家 你們家五條狗還 就 我爸爸媽媽其實非常喜歡他 因為我爸爸媽媽跟這個人 實際上屬過會覺得這個人是一個 沒有架子 然後內心很溫暖 對 然後很有家教 對家人很好的人 可是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不相信 然後甚至有網友跟我說 你這麼喜歡找這種的 就是 就像是一朵鮮花拆在牛糞上 如果你這麼喜歡吃大便的話 怎麼不吃我 就是想 我覺得 這網友太有才華了 你怎麼不吃我 可是我覺得 我男朋友就是一個 真的是智商非常高的人 情商也很高 因為他這樣子 他反而跟我說 可是這樣表示 大家覺得你很漂亮 大家覺得你跟我的交往 是我配不上你 大家只覺得 你看到的是我的錢 看到的是我的名 他說我其實才是最可憐那個人 因為我不管多努力在事業上 或是我今天多怎麼樣 大家都覺得 這些女生愛我是愛我的錢 都不會覺得是我配得上你 他突然一講完之後 我就 我覺得他好像更可憐 我就不想哭了 這納豆很棒 這位大便不用再想 不要再想 真的